目前位置在這個平臺 消防搜救人員 在一片黑的山上搜尋 而一旁就是懸崖 平臺增下去就是懸崖了 漏夜的尋找並無斬禍 直到清晨才把人找到 來 來 搜救人員拉著繩索 爬在陡坡上 一手還拉著卷式單架 要把人搬台上去 等一下 等一下 不要放 不要放 十多個人合力進行救援 跌落傷癌的是59歲的詹姓男子 他在2月25號一早跟太太 到屏東登爬大武山 回程時卻衰落懸崖 屏東縣消防局在同日晚間 7點19分貨爆派出11車 警易銷30多人前往救援 直到第一日6點多 發現傷者位於80公尺深的深度 消防局初步調查 當下他因為轉頭跟太太說話 不慎失足墜癌 消防局提醒登山時 要留意山路狀況 才不會發生類似的意外 華時新聞處理品 許文藍 頻道報導 嗨 我是盈彤 記得訂閱華時的YouTube頻道 並且要開啟小鈴鐺喔 站起來